杨子是演艺圈中最成功的童星出身演员 没有之一,你们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 童星出身的演员有很多,比如赵金脉,吴蕾等等 他们都很优秀,怎么能说杨子是最成功的呢 不要急,听我慢慢道来 杨子却不一样 他在转型过程中展现了今年的实力和魅力 他不仅拍了很多部作品 而且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亮点和特色 他能够在不同题材的剧中扮演不同类型的角色 从青春校园到古装神话,从都市职场到惊悚悬疑 他都能够驾驭得游刃有余 他不仅拥有高颜值和高人气 还拥有高口碑和高收视 他的作品几乎都是爆款 比如战长沙欢乐送香蜜沉沉静如霜 亲爱的,热爱的 余生请多指教,大家分上等等 他也因为自己的优秀表现而获得了很多奖项和荣誉 比如精英奖,华丁奖,白玉兰奖等等 杨子的成绩不仅体现在作品数量上 还体现在剧目质量上 他选择的作品都是有深度和内涵的 都能够反映出当下社会和人生的真实面貌 他在剧中的角色设定也都是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有泪有孝的 他能够把每个角色都演绎得生动而真实 让观众感同身受 他不仅能够展现出角色的外在形象和气质 还能够展现出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他用自己的演技打动了无数观众 也赢得了无数粉丝 最近杨子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部新剧长相思 这是一部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古装剧 杨子在剧中饰演了女主角林音音 这是杨子季香蜜沉沉浸入霜后再次出演的古装剧 也是他首次出演的民国剧 这部剧讲述了林音音和顾廷叶之间的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 充满了悲欢离合和曲折感人 杨子在剧中的表现非常出色 他把林音音这个角色演绎得十分精彩 不仅展现了林音音的美丽和聪慧 还展现了林音音的坚强和执着 他和男主角张哲瀚的配合也非常默契 两人的眼神和动作都充满了情感和火花 这部剧已经播出 就成为了暑期档的现象级爆款古装剧 收获了很高的收视率和口碑 杨子即将出演的另一部新剧《要久久爱》也备受期待 这是一部青春励志剧 杨子在剧中饰演黄英子 一个闷想成为记者的女孩 这部剧根据英十六的小说 《17岁你喜欢谁》改编 讲述了几个青梅竹马的小伙伴互相陪伴成长 在经历分离和重分之后重拾初心的故事 这部剧是杨子季《亲爱的热爱的后》再次出演的青春剧 也是他首次与范晨晨合作的作品 范晨晨在剧中饰演讲义黄英子的青梅竹马 一个有着醋云之称的男孩 两人的感情线也是剧中的一大看点 范晨晨是一位实力派男演员 她从2000年出生就开始拍戏 她曾经出演过很多电视剧和电影 比如《灵域知名愿望门锁》 《了不起的夜晚》等等 她不仅有着高颜值和高身材 还有着高歌唱和高舞蹈 她是一位全能型艺人 她不仅能够唱歌跳舞 还能够作词作曲 她也因为自己的优秀表现 而获得了很多奖项和荣誉 比如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 微博电影之夜年度潜力演员等等 范晨晨在演艺圈中 也是一位进步神速的演员 她从最初的新人到现在的实力派 经历了很多挑战和成长 她在每部作品中都能够展现出 自己不同的魅力和风格 从青春校园到科幻冒险 从惊悚悬疑到喜剧轻松 她都能够演绎的入目三分 她不仅能够展现出角色的外在形象和气质 还能够展现出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 她用自己的演技打动了无数观众 也赢得了无数粉丝 范晨晨在《要久久爱》中饰演的奖艺 是一个有着促王之称的男孩 她对黄英子有着深深的感情 但是却不敢表达出来 她在剧中的表现非常出色 她把蒋亦这个角色演绎得十分精彩 不仅展现了蒋亦的帅气和可爱 还展现了蒋亦的忠诚和执着 她和女主角杨子的配合也非常默契 两人的眼神和动作都充满了情感和火花 这部剧一经播出就成为了清准励志剧中的佳作 收获了很高的收视率和口碑 《要久久爱》是一部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的剧作 它不仅有着优秀的演员阵容 还有着优秀的剧本和导演 它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追逐梦想和爱情的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以及他们如何克服困境 找到自己的方向和价值的故事 它不仅能够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感动 还能够给我们带来启发和鼓励 它是一部能够让我们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 也能够让我们重新损失自己的生活态度的剧作 总之杨子和范晨晨是两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他们在演艺圈中都有着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他们在《要久久爱中》的合作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 他们为我们呈现了一部非常精彩的青春励志剧 我相信他们在未来还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